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29日 起义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部队在村里住了五天 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修整的机会 在这里 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改编 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 和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一整套崭新的制军方略 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毛泽东还指出 军队要生存发展 就必须取得地方民众的支持 一方面军队可以把伤病员交给他们 由他们好好安置 另一方面军队发给他们枪支 帮助他们发展起来 这样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这一见解实际上蕴含了武装斗争 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的思想 三湾改编后 部队继续南下 于十月初到达井冈山下的一个小城 宁冈县古城 在古城 毛泽东提出要上井冈山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井冈山呢 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 这些起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 但是起义都先后失败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敌强我弱 敌人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 想通过城市武装暴动 取得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必须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 相对薄弱的农村 积蓄力量 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 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 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这个转折的起点就是井冈山 井冈山地处乡干边界罗霄山脉中段 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耀 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 进可攻退可守 井冈山又远离中心城市 交通不便 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 这正是工农革命军落脚的好去处 可是要在这里落脚 谈何容易 当时井冈山上有两支陆林武装 首领分别是袁文才和王佐 针对这种情况 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提出 两支陆林武装就那几十支枪 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毛泽东却不这样看 他耐心地说了 向毛泽东表示 一定要竭尽全力 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 并同意革命军在毛平建立 后方医院和留守处 就这样 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 在井冈山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在井冈山 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点燃了中国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 第二个农村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